本赛季联赛首轮 浙江德青主场3比1战胜山东松山小镇 此以两队再次相遇 身穿黑色球衣的山东队率先进入状态 打出7比1的开局 之后浙江队凭借连续拦网得分 将比分破禁 不过山东队没有给对手反超比分的机会 暂停调整回来 他们延续强势表现 以2数比18先赢一局 第二局浙江队找回状态 双方展开激烈角逐 比分交替上升 在这样胶着的局面下 局末关键分的争夺变得尤为重要 山东队翟德军的这次篮网 经触网挑战改判为过往机球 就引起了场上的一番争论 之后浙江队王斌的这季探头 被判定为过往机球 也引发了一番争议 最终凭借王静一的发球直接得分 耿心的探头得手 山东队以30比28再赢一局 第三局浙江队背水一战 张冠华屡屡强攻得手 陈敖宇在局末关键分争夺上 多次出力 浙江队以25比22扳回一局 第四局 双方状态各有起伏 山东队在中局阶段连续得分 打出气势 最终以25比16锁定胜局 大比分三比赢下比赛 另外几场比赛 宝丁沃利主场3比2 逆转天津食品集团排名升至第二 上海光明3比0立刻福建平潭 继续领跑积分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